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周深从没被电话客服叫过先生,周深为什么是女生原因详情? 说起周深,很多网友都非常羡慕他天籁般的歌喉。他的声音很特别。 近日,周深在电话中透露周深从未被客服喊过老师,引发了关于周深为什么是女生的细节的热议。 我们来看看具体的细节。 近日,周深在接受采访时抱怨自己,称自己从未被客服或网约车运营商在电话中称呼过老师。 都是你好小姐,哪怕是诈骗集团的电话号码。 周深还表示,如果有一天有人在电话里喊他老师,他可能会觉得这个人很有趣。 不得不说,这已经不是周深第一次被自己的声音迷惑了。 此前,周深在厕所清嗓子时,被提醒不要进错厕所。 我们都知道周深有一副特别自然的声音,声音有点像女孩子的声音。 而我们看到,周深虽然受到声音问题的困扰,但他也能在采访中把这些事情拿出来。 用一种弄巧成拙的方式来调侃自己。 他也很可爱,拥有无数粉丝。 值得一提的是,周深的声音很特别。 它是一种中性声音,由同声、男声和女声混合而成。 因此,周深能够发出不同的声音,对低、中、高三个音段把握得很好。 声音又没有层次,偶尔带有空灵的声音。 不少网友也称赞周深的声音好听。 周深还有《大鱼、玫瑰与小鹿》等多部作品, 还有周深翻唱的《贝加尔胡》也深受观众喜爱。 而周深为什么是女声呢? 事实上,周深无论唱低音还是高音都堪称完美。 有网友猜测,周深可能没有经历过变声期, 所以到现在为止,他的声音还是轻量动听的。 面对外界的诸多质疑,周深也选择了正式,面对。 周深也凭借作品为自己代言,也收获了不少粉丝。